反正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做過 我已經把它錄下來了 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反正剛剛幾個重點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應該大家的印象 第一個就是我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slate有沒有 這地方喔 現在滿重要的 你們改了過應該 只要點insert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有一堆的那個參數有沒有 可以不需要 這可以把它delete的料 就是只要寫成這樣 甚至還可以更簡單 可以把它d冒號d就拿掉就好 就指的是d藍 因為d冒號d也是d藍 然後d也是d藍 那就乾脆寫這樣就可以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把那個藍位名稱加進去 那加進去剛剛寫有沒有 這個最多dense 它這個作用是什麼 游標放d1之後 然後那個時候會產生一個active active是被點擊到的那個sale儲存格 裡面幫我加一個公式 或者加一個字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精簡 就這樣把它拿掉就可以 但等號一定不能拿掉 就是等於年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敘述實際上意思是說 把後面的資料 等號是說把它丟進去的意思 等號不是計算喔 等號只是說把後面的資料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OK這個敘述可能要慢慢習慣 因為這個等號我發現很多同學 最容易被混淆 因為以前那個數學都是等於 就是計算我的結果 但在這裡不是喔 OK對不對 那這個第三 這什麼呢 一樣嘛 把公式放進去 那我講過啦 如果你實在是 不能夠接受 R就是列 C就是藍 然後如果 假設它中瓜奧有正有負對不對 也就是說 跟你目前所在的這個儲存格的相對位置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是C2 因為你現在所在的是第三藍 所以如果是在它的前面一藍的話 那變成就是要把它做一個負一的動作 那如果列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上面一列就負 下面一列就正 可是這 那如果你現在不懂沒關係 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你看得懂的 我們這邊好像直接改成C2就好了嘛 這樣就OK啦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向下填滿 填滿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把Selection改成R2 這樣子就OK啦 那最後一行其實是可以把它刪掉的 那最後我是把註解都加上 所以這個 最後加完的結果 我又把它貼到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參考的話 我記得我是有把它貼到那個雲端 這邊 在第13頁一樣 就是這個啦 我剛剛已經把那個註解 都把它打上去了 其實你可以自己打一個比較簡單的 你看得懂的都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 主要還是以能理解 為前提 OK好 那這一欄OK之後的話呢 當然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再增壓區啦 那區的話其實 那你就不用重錄了 其實主要是 所以 Rone一下好了 OK這個沒問題 然後Rone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如果還要區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怎麼樣 直接乾脆把這個公式Ctrl-C 然後來改好像比較快一點 Enter兩下 然後貼上 那接下來的話呢 其實 剛剛理論現在把它改成插入區欄 可是問題這個區欄本身就有了嘛 你不用再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是可以不要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 你就可以在G1對不對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區 這邊改成區嘛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什麼 改成區嘛 然後 然後向下填滿的地方的話 也是改成區 這樣就OK了 那至於公式的話呢 然後 我們就是把它 先 先產生一個吧 Need嘛 其實這個公式前面查看看 應該也是 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嘛 這個公式的話 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 但如果你前面還有 你就直接複製前面的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地方 直接貼過來 那填滿的範圍的話呢 一樣是區嘛 所以這邊的話改成區 改成區 OK 這樣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那理論上這個區欄 這把他刪掉一下 這個也把他刪掉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把握啦 我建議你就是 按F8 足行讓他跑跑看 然後讓這個VBA浮在上面 你就可以一個一個 去看一下那個動作是不是正確 先插入這個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再把他移到這邊看看 因為這邊比較不會擋住嘛 看有沒有輸入到區外 有嘛 然後有沒有輸入公式 也有 那有沒有下下填滿 也有了 那表示這個是OK的 那再來當然你再講說 那H比照辦理啦 其實應該沒問題 H也不用插入 所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把這個複製 直接就貼過來 那至於怎麼改啦 這個一樣啦 你們就試著改給看嘛 應該入接到 只是這個公式 比較冗長 那一樣的道理哦 這個雙引號裡面放的那個 這個公式哦 如果有雙引號 一樣要先把它取代成兩個 因為這個是在VBA裡面 因為它已經用掉了那個雙引號了 你如果再放 它會混淆 它搞不清楚哦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哦 把剛剛的這個 錄製劇集延伸看看 看能不能把三個都做出來哦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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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